第1481集 对 我是打算去暗访 怎么样 像不像一个普通妇女 唐冰微微的一笑 的确 现在的唐冰穿了一身普通的衣服 看起来就像是普通的白领一样 但是她那种清理冷言的气质 却是无论如何也掩饰不了的 不过这样的普通人 不足以引起别人的注意了 而且到医院里 可能会问出一些东西 不像 有些人的气质是天生的 想隐藏都隐藏不了啊 也好选小的 这马屁拍得真小 唐冰撑了叶浩玄一眼 然后笑道 不过 我怎么就那么喜欢听呢 喜欢听啊 那以后我天天说给你听 叶浩玄笑了 算了吧 有些时候有些事情 我听听也就算了 千万不能当真 如果当真的话 失望会很大的 唐冰微微的摇摇头 他拉了叶浩玄一把 换件衣服 给我一起去暗访一下曙光医院 有奖励没有 叶浩玄想了想到 没有的话不去 当然有 你想象不到的奖励 唐冰覆在叶浩玄的耳边 吐气如蓝道 半小时以后 叶浩玄和唐冰同时出现在曙光医院的门口 两人现在都是穿着一件普通的衣服 尤其是叶浩玄学来的 易容术相当的好用 随便的一打扮 把唐冰给打扮成了一个普通的女人 把他那种天生的励志给隐藏了起来 这也着实不容易啊 要知道 唐冰这种冷艳又有气质的女人 想让她变得普通一点 着实不容易 好在叶浩玄在路上的时候 费了一些功夫 总算是像点样了 纵然是这样 唐冰也是有些引人注目的 毕竟有些东西单凭隐藏 是无论如何也隐藏不了的 下午的时候 曙光医院的人比较少 其实不管在哪个医院 早上和上午看兵 都是高峰期 华夏有着这样的传统 不管是什么事情 敢早不敢晚 你好 我和先生想要孩子 我们要挂哪个科比较好 唐冰挽着叶浩玄的手臂 走向了导枕台 直接问出了一句 让叶浩玄目瞪口呆的话 生孩子 开玩笑 请问两位是投胎还是二胎呢 护士拿出了一张表 让他们填 二胎了 现在政策放宽了吗 唐冰做出了一副娇羞的样子 他低头道 只不过我们两个试了好多次 都没有成功 我们现在很着急 这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那就要去不孕不育科了 护士微微一笑道 不用担心 其实现在的年轻人 多多少少都会有些毛病的 这就是亚健康引起的情况 但这并不是真正的不孕 我们这里的专家都是经验十分丰富的专家 而且他们还定时去京城 医生亲自授课 所以你们的问题 在这里根本就不算是问题 那就好 那我们去看看 唐冰点头 两位 不孕不欲科在前面三楼 你们要是看中医的话 向左 西医的话向右 不过我建议你们还是去看看中医 因为中医出结果快 不用跑去化验 那里的老中医 摸脉都能看出你们的情况 护士善意地提醒 那如果是西医呢 叶浩玄问了一句 西医同样好 不过西医靠的是数据 所以你们的结果 可能一时半会儿出不来 当然 这只是我的建议啊 决定全在你们 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 我们的医生都十分地优秀 护士微微地笑道 其实曙光医院现在是中西医的结合体 叶浩玄觉得 只有雨时进步 矩长不短 才能让中医更加地发炎光大 所以曙光医院是分中西医的 当然 随着医生的名声越来越大 大多数人还是喜欢选择中医的 而且这个出结果快 缺点是治疗的过程比较漫长 但是效果是杠杠的 那好 我们考虑一下 真谢谢你啊 唐冰微笑着点头 他挽着叶浩玄的手臂向前走去 看起来 刀针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唐冰笑道 你上一次 为什么会遇到了那么一个恶劣至极的人呢 可能是我的运气差 真的是太差了 叶浩玄哭笑不得地说 我上去就遇到了一个态度最差的 而且还是有后台的女人 那真没办法了 唐冰笑了笑 他挽着叶浩玄的手臂 向不云不遇刻走去 他们选择的是西医 挂号 诊断 检查 不管是哪个环节 都没有出现什么不好的地方 整个过程中 所有的医护人员都是客客气气的 看来我们这样暗访 也不会访出来什么东西 唐冰皱眉道 可知觉告诉我 这家分院确实是出现问题了 暗访普通的医生护士 当然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了 叶浩玄笑了笑 这种事情 一般要从底层的人员做起的 一般来说 腐败 都是从最底层开始滋生的 小人物为了出人头地 他们会不择手段地往上爬 而高层 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向深渊的 那怎么暗访才算是暗访呢 唐冰不解地问道 看我的 叶浩玄笑了笑 他拉着唐冰 走向了一名正在巡逻的保安 他凑上去递上了银儿盐 然后笑道 大哥 正在工作呀 你有什么事啊 保安接过了叶浩玄手中的烟 然后斜着眼睛看了叶浩玄一 是这样的大哥 我是在外地这里打工的 现在我家人需要一些药 这些药 曙光医院里面比较容易搞得到 所以您看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帮我介绍一位领导 什么药啊 保安有些疑惑地看了叶浩玄也 来来来 大哥 我们到这边说话 叶浩玄拉了一把保安 其实也不是什么名贵的药 也就是那种能促进排卵 一次性能怀上好几个的那种药 我跟我媳妇想要孩子 你懂的 叶浩玄递上了几张大钞 我听说护城的曙光医院里面 能找来这种药 当时我不认识这里的领导 想让兄弟介绍一下 干什么 干什么 保安警惕地看了叶浩玄也 然后把钱给推了回去 他喝道 我们的医院里 不行这一套 被抓到了 我不但要被开除 而且还有可能会被追究责任的 不要不要 大哥 你就帮帮忙吧 我们夫妇的日子不好过呀 家里面成天追着问 而且我妈说 今年再生不出孩子来 就找人带孕 我跟我媳妇感情特好 您看 这样怎么行啊 叶浩玄做出了一副痛苦的样子 是啊大哥 他们家有钱 我是出身贫寒的 所以你就帮我们这一次忙吧 唐冰也是做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那也不行 这种药是违禁品的 平时只能用在真正的不孕不遇的身上 你们两个好好的吃什么药啊 不行 保安一副义正言辞的样子 大哥 你就帮一下吧 叶浩玄又把手里的钱给加码了 他这一次拿出来的钱 足以能让保安这个收入阶层的人心动 果然啊 这一次保安心动了 毕竟谁也不能跟钱过不去 他看了看四周 然后发现周围没有摄像头 这才回过头 有些狐疑的说 你们两个不是记者吧 记 记 记者 叶浩玄冷了冷 记者来这里干什么 兄弟 你就别疑神疑鬼的了 我不是记者 我从事的行业 也跟记者没有关系 门外有个查社 你们在那里等我 我一会下班就过去 保安低声说了一句 然后转身便走了 果然有鬼啊 唐冰冷笑了一声道 看来这里面是有些问题的 走吧 我们去查社里面一边喝茶 一边等等看 说不定会有意外的惊喜的 叶浩玄微微的一笑 他跟着唐冰一起离开 门外是有一个茶社 叶浩玄和唐冰找了一个包厢 叫了一壶茶 两人便在里面等了起来 半个小时不到 那名保安就走过来了 不过他现在已经换了一时变状 看样子是下班的 哥们 这儿这儿 帮帮忙 叶浩玄推出了一滴钱 他笑道 事成之后另有重险 哎呀 老熊啊 你这样 你是真的让我为难呢 保安一边说 一边把钱给收了起来 他摇头道 哎呦 你们是不知道啊 这最近严格成什么样子 医院里所有的人都如临大敌一般 现在还结私伙 我真的是活够了 哎呀 保安一边说一边摇头 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叶浩玄不解的问 这种事情 在医院里面很常见的吧 在别的医院里面 那是常见 但是在曙光医院这里并不常见的 你们又不知道 曙光医院是什么地方 正在将来可是要打造国际性的大医院 形象能不正直一点吗 也是啊 也是 现在都比较注重形象的 毕竟行业竞争的这么激烈 叶浩玄点头道 理解 兄弟 你说的话我理解 但是我们也是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不然的话也不会走这条路 你就帮帮忙吧 叶浩玄笑道 哎 这个要是有 这要是以前呢 我都能帮你们搞得到 嗯 但是现在不行了 报案摇摇头 现在恰得死啊 据说我们湖城的问题 已经引起了总院的人注意 现在高城的人一个比一个孙子 什么事情都误得死死的 那现在呢 叶浩玄问道 哎呀 现在不行了呀 我得找找关系才行 报案摇摇头道 哎 我说 你们要是不急的话 我建议你们等一段时间过来试试 因为现在风头正近 谁也不会出这个霉头 啊 所以不急的话等等 因为现在的成本太高了 成本高点无所谓 我们既然来了 那就不差那堆钱 叶浩玄说着又拿出了一点大钞 他笑道 哥们 事成之后 还有重金 好 在这里先提前的谢谢你了 哎呀 你这样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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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让我为难呢 不过我看兄弟你们两个挺有诚意的 而我这个人 也是个热心肠的人 行了 今天的这件事情 我帮你们了 保安收好前道 哎 大哥 那 那我请问一下 您 您打算从哪弄药出来啊 现在的药品 管得这么严格 您是从哪个渠道 从这里面弄出来的 哈哈 这个你就不要管了 总之我有办法 我叫刘山 这是我的名片 你留个电话吧 等有了消息 我打电话给你 哈哈 保安哈哈地笑道 那行 这是我的电话 叶浩轩留下了电话 刘山在这里唠了几句 便离开了 叶浩轩和唐斌 也离开了查社 你感觉 这家伙会找谁 唐斌问 不清楚 不至于是分院的院长 叶浩轩 叶浩轩笑道 如果真的是分院的院长 那问题就严重了 我们得尽快地把这件事情 解决了才行 行 你先回去吧 叶浩轩想了想 我还有些事情要办 你还有什么事情 唐斌有些不解地看着叶浩轩 暗计 岸浩轩笑道 我得进院里面再看看 带着你不方便 好多技能都施展不出来 如果让我自己去的话 我会方便很多的 真的假的 唐斌看着叶浩轩 他表示有些疑惑 你还信不过我 叶浩轩笑了 好了好了 你回去吧 我保证给你弄来一手资料 好 那我先回去了 唐斌点点头 他也清楚叶浩轩 从来不在这些事情上 跟他开玩笑的 有些时候 叶浩轩的手段 确实是让常人 有些难以理解